大学只考日前放榜 今年各大学周生名额减少 相关医学系更是抢破头 而大理高中校友张孝泽 从小立志当医生 当年应届成绩并不理想 经过两年的奋斗 这一次终于如愿考上了国立阳明大学医学系 而这也是大理高中的首例 孝泽开心之余 这天也回到了母校跟学弟妹们分享读书的心得 希望帮助大家尽快找到人生的方向 教室里张孝泽跟众人分享读书心得 大理高中毕业了他 从小就立志当医生 不过当年的应届并没有考上理想中的学校 因此重考 而经过两年奋斗 在今年大学直考 也终于如愿考上阳明大学医学系 我从小在医疗环境下长大 因为我妈以前是护理师 那再来就是因为我本身 小时候是很害怕看疾病的 然后我觉得说医生跟人之间 跟病人之间总是有一段距离 但是后来我遇到一些不错的医生 我发现他们其实是 非常的可以跟你和睦共处 他们甚至跟你没有什么界限 他就像你的朋友一样 那我希望我以后可以当上这种医生 就是跟病人的关系非常的好 疑病关系非常的良好 校者同学就读本校期间 表现就非常优异 他是校排2% 在当初申请的时候 他申请到那个清华大学 但是他因为自在医学系 所以后来就再继续努力 终于在今年能够顺利考上阳明医学院 长校则表示第一次重考时 忧心态还没有调整 读书有点漫不经心 因此隔年大考之后录取要学系 让自己也一度想要放弃当医生的梦想 不过在家人跟朋友的鼓励下 再给自己一次机会 加上调整读书的方式 才终于逐渐考上医学系 而校则也以过来人身份 希望帮助在校的雪地妹 尽早找到人生的方向 他让我学到很多学习的方式 然后也让我以后学习更有目标 更有规划 让我可以知道很多小技巧 或很多方式 让我可以考到我想要的大学 那我觉得最值得推荐的就是 当你在读书之前 你应该要先拿出一张白纸 或是你自己在脑袋里面 先想象一下 你在这个章节的时候 你学习到的东西有多少 你是不是对这个章节熟悉了 那如果你写不出东西 或是你想不出一个脉络的话 那你应该就是要再把这个章节 再重新的看过一遍 那如果能养成这个好习惯的话 其实我觉得在成绩方面 是会得到一个非常大的帮助 如愿成为了准白袍 张孝泽开心之余 也说会继续努力 希望未来成为一个 诊心诊素的医生 试病如亲 既久来秋风台中采访不到